大家都说教改失败 一百多间大学腐烂 长期以来社会都把责任 归咎于中院院前院长李远哲 主导的教改审议委员会 李远哲中三出席 李远哲专新书发表会 强调教改失败责任 不该怪在写报告的人身上 要怪就该怪主事的行政院及教育部 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 是有上四个成员写的 共同写的报告 是给行政院 总统要指责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 那是不对的 西书中说到 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前 李远哲原本又意要李远哲选后组合 不选后却反馈 而他担任教改审议委员会召集人 在1996年底将教改报告书送行政院 但李远哲和当时行政院长连战 根本没接受 只依照当时教育部长吴京的想法实施教改 否定教改审议委员会的努力 让他非常受伤 这里面有很多误解 我也不在这里诚信了 生活中心台北报道 满 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